我们来看德语中的第三个情态动词 前边李玉老师讲过 所有的情态动词都可以去想英语 这样可以事半功倍 唯独这个词不行 它是德语中特有的 因为它的意思 汉语中和英语中都不具备 它翻译成被允许 我一定要给被子打一个大大的符号 因为好多的线性的语法书当中 把它翻译成允许 这是大错特错的 我来举个例子 李玉老师在上初中高中的时候 是一个特别乖的女孩 特别听妈妈的话 妈妈说 哎哟下课之后啊 你可不要在外边玩 妈妈不允许我在外边玩 妈妈允许我早回家 如果你翻译成允许 这个句子的主语一个应该是妈妈 可恰恰这个词要翻译成被允许 这就意味着 如果我要说这句话说 妈妈不允许我在外边玩 应该变成的是 我不被允许在外边玩 因为它是被允许的意思 我才是第一个主语 你记住了吗 被允许 因为它在英语和汉语中没有 所以我们要格外的去记忆 dürfen 被允许 我们来看一下它九个人称的变形 还记得刚才反复强调的吗 和一样的变形变成的是 Darf Darf 好 那么被允许常见的例句有哪些呢 李老师教给大家 这也是德国生活中经常能够说到的话 第一句话 Her darf man nicht hauchen Her darf man nicht hauchen 你还记得hauchen的意思吗 吸烟 在德国和欧洲一样是明令吸烟的 它的吸烟体在哪里呢 那就是所有的封闭的空间不允许吸烟 换句话说 如果你抬头看不到蓝天 看不到天空 看不到白云 是不允许吸烟的 只有室外才可以吸烟 那么到处都会有一个纪念的标志 有个大大的牌子 这个纪念的标志上 下面就会有一行小字写的是 Her darf man nicht hauchen 这里不允许吸烟 我们来看一个新的人称种语叫做man 其音调和英语中进行区别 它和英语中的man不一样 因为英语中的man 相当于我们德语当中的这个词 叫做man 男人丈夫这个词 德语中名词要大写 已经给了它一个规定 小写的m 比特写的m 名词 而且两个n都短音 男人要读得很有气势 man 那么德语中长得和这个长相一样的man 是什么意思呢 德语中的man的意思 指的是人们 也就特别像我们英语中的somebody 有人怎么怎么样 也就是说人们不允许在这里吸烟 那么既然是somebody 我们就要想一下英语中的语法 somebody nobody nothing something 他们做主语的时候 动词上找第三层单数 去变 相当于it 去变 德语中man做主语 动词上找第三层单数 asz变化 asz daff man daff 今天老师来读一下这个特别常用的句子 her daff man nich hauchen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句子 by der prüfung daff man kain wörter buch benutzen 再来一遍 by der prüfung daff man kain wörter buch benutzen 好 prüfung 考试 考试期间 人们是不被允许的 不允许怎么样 一本字典都不允许使用 记住我们的 汉堡包的结构吗 daff benutzen 其他成分落下来 考试的时候不使用字典 我们来复习一下之前我们学过的否定 像这句话 否定的动词用nich 像这句话 否定的是出现了名词 且做独立成分了 用的是kain 所以 by the proof daff man kain wörter buch benutzen 好 这句话里恰恰可以印证一个其他的语法 是什么呢 我们之前学否定的时候 尤其学到了否定词中的一个叫nich 我们是这样讲解的 nich 这个词 否定某一个成分 放在该成分前 否定全句 放在句末 那么 虽然nich 可以放在句末 今天讲到的 情态动词 动词原型 也要放在句末 他们俩如何排序呢 这两个例句给了一个非常好的诠释 那就是 情态动词的动词原型 优先于nich 如果一个情态动词出现了 在一个句子当中 那么一定是汉堡宝的结构 而nich 顺势往前移 它变成了倒数第二位 好 diffen 被允许 再跟林老二背记一下 就有人身的变形 你就应该能够掌握了 ish daff du daffst asdaff we diffen er diffed zdiffen 第四个情态动词 cunan 它长得又像英语中的哪一个呢 can 没错 就是can 好 那么cunan能代表什么样的意思呢 cunan在德语当中是独一无二的 有三层意思 第一个意思 cunan可以约等于diffen 可以翻译成 口语中它等于diffen 翻译成被允许 第一个意思 它约等于diffen 在口语当中 翻译成被允许 还记得我们之前 学过一个句子吗 叫做 交集用语 我能帮您什么忙吗 can e cunan helfen 这里的can 你不能按照英语中的can 去逻辑 因为can 我们知道表示的是能力 不代表 我是否有能力帮您的忙 而是 您允许我帮您一个忙吗 我是否被允许帮您一个忙呢 can e cunan helfen 其实是diffen helfen的一个代替形式 换句话说 如果在看视频前的你 是为了工作和生活来学德语 你可以把diffen略略地抹去 因为cunan 有代替diffen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如果你是为了考试而来学德语 那么就要严格地界定 书面语和口语当中 都可以用diffen来表示被允许 口语中diffen可有被cunan来替代 第二个意思 等于英语中的can表示的是能力 能够做毛事 会做毛事 有能力做毛事 都是德语中cunan的意思 好 第三个意思 跟英语一样 可以表示一种可能性 可以表示一种可能性 我们再来重复一遍 cunan是德语当中独一无二的 它有三层意思 口语当中可以替代指diffen 最主要的意思 和英语中的cunan是一样的 表示有能力 或者我们翻译成会怎么怎么样 最后一个 它表达一种可能性 我们先来看一下九个人生的变形 再来看另一句 cunan ish变成了can 这个更像应的那个can 所以can do cunst as z can as z和一起变形一样 can can we arecunan your kunt z z cunan 我们再来一遍 ich can du känst es s s kann we arecunan ia künkt sie sie künnen 我们来看一下例句吧 第一个例句 das kind is nur sex jahe hat abere er kann schwimmen das kind is nur sex jahe hat abere kan schwimmen 还记得这个的意思吗 nur siex jahe hat 六岁 没错 我们口语交集里边经常说这样的一句话 我们可以做自我介绍 my name is de Lee ich korma sie na ich bin dreißig jahe h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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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英语中的构型是一样的 好了 这个孩子啊 仅仅才六岁 但是 他怎么样 他能游泳了 表达的是第二次的意思 也就是困难的最主要的意思 能够会 他呀已经会游泳了 er kann schwimmen 好来看下边的一句 er kann kank sein deshalb kommt er nicht er kann kank sein deshalb kommt er nicht deshalb是个圣诞词 所以 因此的意思 后边一定是个结果 所以他没有来 所以他没有来 表示一个结果 好前边 er kann kank sein kank就三层意思 我们一个人往里面带 看哪更贴切 一 被允许 他被允许生病了 不合逻辑 好 能够 他有能力生病 不合逻辑 所以他应该翻译成 他或许生病了 如果我们是一个大的课堂 我来问大家 我说 今天张三怎么没有来 你会告诉我 哎呦 或许他生病了 所以他才没有来 就是这样的一句话 他或许是生病了 kain呢 表达的是一种可能性 er kann kank sein deshalb kankte er nicht 好 刚才我们举的例子 kank ich nicht helfen 我能帮您的忙吗 kank ich nicht helfen 等于 dark ich nicht helfen 好 再来给大家讲一个 得识的笑话 这个得识的笑话 只有懂得了 德语中情态 的主题的人 才能看得懂 这是李雪老师 在第一次去德国 进行交流的时候 我们课堂上 一个真实的故事 我们班有个同学 昏昏欲睡 我们德语老师 就非常的生气 在他跟前 拍了拍桌子 是这么说的 你能在课堂上睡觉 我们先来判断一下 这里的kankste 是什么意思 好 dysom意思 等于dürfen 好了 不被允许 特别贴切 你怎么能睡觉呢 你在课上啊 是不被允许睡觉的 你不要再课上去睡觉 不允许你再课上去睡觉 这个同学 睡眼轻松的起来 然后懵懵懂懂的说 当然我不能睡着了 你说话的声音那么大 好智能能 是被允许吗 不是 是可能性吗 不是 而是有能力 这句话怎么翻译 老师说的是 课上是不许睡觉的 不被允许 kankste 替代了davst 第二个 kannen 有能力地看 我当然不能睡着了 你说话声音那么大 所以在这个小的句子里边 kannen的意思 全部有了体现 既可以替代dürfen 又可以指自己的能力 好 李老师梳理一下 kannen是等语当中 非常常用的一个 情态动词 当你见到了他 第一步 先去背记 九个人称的时候 他怎么变化 Ich kann Du kannst Yes Z Kann We are kannen You can't Z 他有三层意思 那么最主要的意思 是第二种 那就是有能力做毛事 如果逻辑上说不通 想第三种 代表的是 他有一种可能性 如果说不通 去想 他有可能是替代的dürfen 被允许做毛事 你觉得会了吗 那么我来问你 你说 我会德语 这句话应该怎么说 我已经会说德语了 我会说德语 我做一个 Ich 我做一个的时候 kannen变成 kannen Deutsch 是不开心 汉堡包的结构 Ich kann Deutsch 是不开心 我已经会讲德语了 Ich kann Deutsch 是不开心 好 再来看 下一个情态动词 Müsten 很熟悉吧 因为在我们的口语交集当中 他可是用的最多的情态动词 Müsten 想要的意思 他更像英语当中的 would like 我愿意 would like Müsten 想要的意思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Müsten的九个人称的变形 Ich Müsten Do Müsten Az Müsten We are Müsten I are Müsten ZZ Müsten Müsten在我们以前的造句当中 也应用了很多 那么今天我们再来规范一下 他的情态动词 所以这个词 他要用汉堡包的结构 第二位用他 最后一位用动词的原型 我们来看我们以前做过的交集用语 你想喝点什么呢 Was Müsten Z Trinken Was Müsten Z Trinken 我们是否可以出类庞通 你想吃点什么呢 Was Müsten Z Essen Was Müsten Z Essen 你想买点什么呢 Was Müsten Z 你想要得到一些什么 Was Müsten Z Bekomen Was Müsten Z Bekomen 只不过 后面的 Trinken Eisen Kaufen Bekomen 我们心里边非常明确 只能是这几个词 所以在口语交集里边 它是唯一一个允许 把后面的词省略的 Was Müsten Z 可以省略 Trinken 好 再来 Ich möchte Nach Deutschland Zum Studium Fachen Ich möchte Nach Deutschland Zum Studium Fachen 我再来点一遍 Ich möchte Nach Deutschland Zum Studium Fachen 我想要去德国 都干嘛去上学 好 如果你是将来 打算到德国留学的人 这句话 就是你和签证官之间 交流必说的话 他会问你 Warum Müsten Zi Nach Deutschland 我再来一遍 Warum Müsten Zi Nach Deutschland 人老给大家写一遍 签证里边经常会问到的一句话 Warum Müsten Zi Nach Deutschland Warum Müsten Zi Nach Deutschland 为什么 你想要去德国呢 好 这句话后边 点击了一个词 要么是Fachen 要么是Friegen 要么去德国 没有可能是走着去 所以不可能是Gayen Fachen 两种形式 那可以是坐火车去 那你说李老师 你是在开玩笑吧 坐火车需要多久啊 坐火车需要11天 而这个国际的这个列车 还在开通中 它是从中国的内蒙古 去到蒙古 去到俄罗斯 欧亚大陆 然后进入到欧洲的版图 然后到德国 所以呢 如果大家愿意的话 也可以不妨尝试一下 Fachen 没有任何问题 第二个交通工具 当然是飞机 乘坐交通工具 都可以用巨型 Meet 第三个Fachen 所以没有任何问题 也可以用的是Vliegen 那么如果你是留学的目的 你就可以跟他说 Ich möchte nach Deutschland zum Studium fahren 我想去德国 是去为了上学 Studium 上学的意思 Studium 好 Müste 想要 Müsten 想要 那么 德语当中为数不多的 两个形态动词 可以表达一样意思的 只有他们两个 Müste 和Wollen Wollen Ich的变形变成Win 那你可以想象了 它相当于英语的什么 Wil 好了 德语当Wollen 第一层含义 指的是想要 那么它和Müsten 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 我可以告诉大家 它是加强程度的想要 你可以翻译成 非常想要 它是加强程度的想要 极其想要 非常想要 而Müsten是指 一般性的想要 而第二个意思是打算 你是否会有这样的疑问 同样一个句子 到底怎么样去区分 它的意思是指 强烈的愿望 还是指将来的打算呢 我们来看两个句子 Ich will nach Frankreich fliegen Ich will morgen nach Frankreich fliegen Frankreich 法国 那么德语当中 如何区分它们 你要去找 有没有明确的时间状语 但凡出现了明确的时间状语的 一定表示的是将来的打算 如果没有的 就是内心强烈的愿望 好了 李先生老师领带来区分一下 Vollen和Müsten 因为其他的不存在这种比较 所以他们成为了 相比较而把德语说得精准的 两个重要的词 所以他们成为了 相比较而把德语说得精准的 两个重要的词 Vollen Müsten 好 李先生老师在德国的时候呢 特别喜欢吃一种糖 叫Gumi Bershin 德语中叫做Gumi Bershin 汉语叫做小熊糖 这一堂呢在中关村附近的好的糖果店也能买得到 小熊形状的那个软糖 特别像我们吃的QQ糖 在德国非常有名 所以我最喜欢逛的一个地方叫糖果店 糖果这个词非常好记 Bonbons 你把它记成棒棒糖好了 Bonbons 好 我去到糖果店之后 见到过一个场景 只要记住这个场景 Müsten和Vollen就不再难了 这个场景是这样的 一个三岁左右的一个特别乖巧的小女孩 跟她的妈妈 德国的小女孩 进入了糖果店 小女孩看了这个糖果 就觉得非常非常想要 好了 但是呢 她第一次说的时候很矜持 她拽着妈妈的手说 Mama I miss the bonbons 再来一遍 Mama I miss the bonbons 她用的是müsten 她在看着妈妈 OK 你给别人提一个要求 最好用müsten 她妈妈来看着她 如果是个中国的妈妈 一定会这么说 不行你不能吃 吃了她牙会疼的 所以德国的家长 说这样的一句话 就妈妈说 Nein Du darfst nicht Nein Du darfst nicht Darfst 还记得吗 刚才讲过的 Dürfen这个词到 Do的变形 不不不 你不备允许吃 不可以 小孩是有腻反心理的 她看着糖果 都买不到 非常的生气 这着妈妈就开始说 Nein Ich will 李老师把这个场景 再来重复一遍 你是否听懂了 Müsten和Volum的区别呢 小女孩的第一句话 Mama I miss the bonbons Mama的回答 Nein Du darfst nicht 小女孩说的是 Nein Ich will 没错 Mama 我想吃糖 好说好商量 不你不许吃 不 我偏要吃 内心强烈的愿望 是不是记住这个例子 你就不会忘记了呢 再来 所有的女孩 都有一个很好的梦想 就是将来有一天 能成为一个公主 而这个公主呢 什么时候可以实现 穿婚纱的时候 怎么样能穿婚纱 当然是被人求婚 那么有一个 特别有名的 一个珠宝的品牌 它有这样的一句广告词 它说 女人总有一刻说 I do 我愿意 得主呢 我愿意是怎么样 千万不要说 Ich möchte 我想要 我愿意 而一定要说的是 Ich will 所以有一天 如果 如果 在一个正式的场合 有点像求婚 或者 在婚礼上 女孩要说的话 叫做 Ich will 可不是 Ich möchte 我们来想一下 如果是mäßig的话 就是 无所谓了 我想要不想都行啊 这跟小女孩 第一次好说好删了一样 坚决不可以 如果表示你的诚恳的态度 一定是 Ich will 是的 我愿意 Ich will 好 到这儿为止 德语当中的六个情态动词 我们学完了 跟林老师一起来复习一下 德语当中 一共有六个情态动词 它们分别是 我们讲解的顺序是 Wissen Zollen Diffen Quenen Michten Wollen 好 但凡是有情态动词的句子 都要套着一个句型 这个句型叫做汉堡包式的句型 情态动词变形后 放到该放的位置 陈述句第二位 特殊语文句第二位 一般语文句第一位 好 真正的动词原型的形式 放头句目 这里边的老师不得不拆句嘴 初学情态动词的时候 有些人会觉得我要记六个情态动词的 每九个人称的变形 是个很烦恼的事情 当你学多了之后 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舒服的事情 因为所有情态动词的句子 动词是以原型的形式放到句末的 所以你只需背记六个情态动词 你就可以造无数个句子 不是吗 好 跟林学老师再把六个情态动词的 九个人称的形式 最后来复习一遍 这一段约我们就要结束了 Mussen 我从来把你所看着 我会太重要了 我 quieren 你们需要 我很需要 你需要 都要 예需要 你是需要 我们要需要 我们需要 尤其需要 你需要 我可以 大家可以 自己能 我们可以 你可以 掌握了情态动词 就可以表达各种各样的情态在里边 所以德语又丰富了一步